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利表示 一旦俄羅斯對烏克蘭進行核攻擊 西方國家將強硬回應 殲滅俄羅斯軍隊 博雷利10月13日在一場演講中說 普京說他不是在虛張聲勢 支持烏克蘭的歐盟成員國 美國和北約也不是在虛張聲勢 對烏克蘭的任何核攻擊 都會得到一個回應 不是核回應 而是來自軍事方面的強大回擊 俄羅斯軍隊將被殲滅 博雷利表示必須繼續支持烏克蘭 這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 我們必須展示我們的團結 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決心 徹底的決心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伯格也表示 北約必須使用核武器的情況極為罕見 但如果俄羅斯使用核武器 將會有嚴重後果 這意味著一條非常重要的界限已經被越過 斯托爾騰伯格表示 北約將密切關注俄羅斯的核演習 並保持高度警惕 美國科防部長奧斯丁13日表示 現在是俄羅斯的選擇之戰 普京做出了進攻烏克蘭的選擇 仍然可以通過撤軍解決衝突 奧斯丁說 現在的北約比以往更加團結 美國將致力於捍衛北約國家的每一寸領土 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 四套額外的高機動性炮兵火箭系統 未來還將交付18套發射器 在13日北約盟國宣布採用愛國者 和其他導彈系統 加強歐洲防控計劃 莫斯科則威脅稱 對基庫提供軍事援助的北約成員國 將成為直接衝突的一方 並稱接納烏克蘭加入北約將引發一場全球衝突 达差